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0日 看到新华社的报道 也看到了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 其中谈到 北京市市长陈建宁 那么来到了离这个新发地 也就是二次爆发疫情 最严重的批发市场 大约700米的距离 来这个市场 应该讲呢 这说明北京市的市长陈建宁 这个不怕死 还能够深入老百姓当中 于是呢 6月19日 这个北京的媒体啊 纷纷的就是关注这件事情 那么陈建宁到哪里去呢 到了一篮园小区 这个给大家看一张这个图片啊 为了这个好一点啊 因为总是这个 喋喋不休的谈论呢 很可能不小发味啊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那么从6月16号开始啊 这个北京市的公共响应这个机制啊 由三级调为两级的 社区也恢复了什么 封闭式管理 那么也就是说 一篮园小区啊 它就是算是一个高风险的 位于北京丰台区的啊 这个叫花香地区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是6月13号开始啊 就实行的这个封闭了啊 但是呢 你现在却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北京是一把手 市委书记啊 这个蔡奇的这个光辉形象啊 蔡奇是个特殊人物啊 以前我曾经讲过 习近平是非常这个重用的蔡奇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给了他一个猪肝啊 在这个仕途上面是 捧着这个猪肝 一下跳了这个三级条啊 当了政治局的委员 又当了北京市委书记 这个 而且当时这件事情非常轰动啊 党内很多的这个对立派啊 特别是共情团派啊 就非常有意见 但是没有办法 不是后部委员 也不是中央委员 能够进到京城去 那说明习近平 把他这个当成一个 守卫京城大门啊 皇城脚下 最重要的一个大臣啊 但是呢 这个蔡奇呢 这个思想性格 我觉得啊 有一点像这个习近平 这次跟什么人 学什么人啊 习近平你看在这个 新型冠状病犯了次初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领导小组 租长这个习位啊 当时就给了这个李克强了 自己也是担心啊 对自己这个身上 这个防疫的能力啊 也就是免疫能力啊 不自信 缺乏自信啊 所以说医护寻常的 以前都是这个领导小组 租长的 都是自己啊 亲自担任 深化别人呢 分享自己的权利 但是在冠状病毒这个问题上 却让李克强 这个身险十足啊 李克强第一时间到了武汉去了 这一点相信广大的网民都非常清楚 那么呢 蔡奇仿照习近平 第一时间是让这个市长啊 也就是陈建宁就出发 自己却什么呢 现在藏起的不露面 你看现在这个不仅是习近平举办会议 都是视频会议 又是中非什么会议 又是中欧什么会议 反正是肯定是不出面 为什么因为京城告急啊 从11号开始到这个20号啊 这个整个这个北京啊 爆发了确准病例25例啊 那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么这说明什么 说明蔡奇啊 一直是在啊 利用现在这个体制 利用习近平对他的信任 在忽悠啊 上下期 更呼应老百姓 其实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北京啊 我认为 很可能在两会之前 就留有一些 这个没有调查出来的 或者是没有发现 或者发现了一个地方官员 瞒报的确诊病例 造成今天的蔓延 蔓延 只不过是强调这个新华地啊 是为了应对 李克强提出的低摊经济 我们知道李克强在6月1号提到 为了这个解决6亿人口啊 每个月不足1000元 这个收入的困难 发动全国各地搞低摊经济 封疆大力当中啊 只有这个吉林省的八言超鲁 省委书记 他到地点去响应 其他省是响应者聊聊啊 那么蔡奇更是啊 这个针锋相对的反驳呀 其中人民日报 北京人我都发了设问啊 毫不客气的批评总理李克强啊 好像这个蔡奇的官比 这个李克强还大啊 那么这一次呢 又把这个视察这个 这个疫情的危险 这个任务交给了什么 交给了陈建宁啊 所以陈建宁今天这个举动 我觉得确实是 这个在目前这个舆论场的当中啊 应该讲是还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陈建宁到这个丰台区检查 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什么流调 实际流调讲的温州州的 就是什么 去调查一下 这个疫情啊 这个发起啊 从6月11号开始 那么到底这个这个溯源呢 到底是原因在哪里 其实以前呢 开过很多会啊 蔡奇都是亲自参加了 你像北京新型冠状病毒防控 领导小组啊 租长就是蔡奇 到目前为止啊 已经开了70次会了 那么国务院啊 连防连控 开了31次会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使北京这个疫情啊 这个得到啊 就彻底的 这个清零啊 以前所谓清零是下狐游 现在看来 还得继续蔓延啊 那当然了 这个疫情 较至于以前 也就是这个 去年底 今年初那时 应该讲还是控制的不错 但是呢 蔡奇是什么 即使在现在 这个疫情 这个有限的范围里啊 他也怕死 根本不敢出现了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思想性格 的确是啊 这个胆怯啊 又自私 生怕什么 生怕自己的感染 到了这个关键时刻 就把这个陈建宁 就推出去 陈建宁没有办法 至少到这些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义兰岩小区啊 去视察 去看一看 他去以后发现什么 发现那个地方 在这个供应方面啊 还存在了一些这个问题啊 根据网络的消息啊 说是这个义兰 这个义兰的小区啊 这个自西向东啊 一共有一区 二区 三区 共有三十多栋 这个住在楼 我们知道北京呢 非常繁华啊 住在大楼里的老百姓啊 如果你事先不打招呼 突然封闭的话 那肯定是 这两千多一户居民啊 这个出行吃菜啊 一时住行都麻烦 结果没有想到 六月十三号 这个封闭的时候 他们个人都不知道啊 十三号凌晨醒来 才看到那个张提的告示 居民都在睡觉啊 根本这个没有这个 要准备好的这些 生活必需品啊 特别是有的家庭啊 说原先储备的这些菜啊 这些什么米啊 面只够三天的消耗 没有想到 突然间封闭了 结果造成他们啊 非常非常的麻烦啊 于是呢 他们非常的抱怨啊 那么有一些人呢 通过这个北京的 有一个叫 服务热线 叫12345反应问题 说家里没有菜 里面有饮水等等 小区还不错啊 据说是根据 北京青年报的报道 说六月十五号下午啊 就派了一些这个 这个志愿者啊 和一些工作人员 给他们送菜送物 我相信这一点 肯定是比当年武汉那个 就是肺炎之初的情况 又好得多了 因为什么 毕竟吸取了经验教学啊 但是假如这个时候 蔡奇如果能够勇敢一点啊 站到群众当中 我认为对老百姓 是一个很大估 但是蔡奇是模仿习近平 习近平当年不就是 一听北京出了这个 疫情的状况 吓得十多天不露面 后来千呼万唤 综于露面 戴个大口罩啊 见到他过去多次声称的什么 综于泰山的老百姓啊 这个反倒说什么了 非常时期啊 就不握手了 你想 这些 看他的老百姓啊 以崇敬的目光 望着他老百姓 回到家里后 肯定家人问 你见到总书记 握手了 为什么 没有握手 你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感染 你想 你在老百姓 心目当中的形象 一夜间就崩塌了 所以说明什么 说明蔡奇好 习近平也好 看来 他们啊 要领导这个国家 包括这个北京城啊 本人认为 的确是太欠缺了 实在不如什么呢 目前在政府系统的 工作的陈建宁 以及就国务院总理 这个李克强 特别是赶不上啊 70岁的东北老大马 也就是我们大连人啊 非常骄傲的 这个领导人啊 曾经担任大任 市委书记的这个 这个孙春兰啊 孙春兰不管怎么样 作为一个女性 敢于在这个武汉 第一线啊 战斗了几个月 离习近平躺地了一样 否则的话 没有他去帮忙 那习近平这场战 这场防疫战 肯定就彻底就失败了 但是习近平好像对 这个孙春兰的 这个这个表彰啊 表扬啊 和这个汇报啊 不读啊 你看今天 这个新华社报道 这个其中提到了什么 英勇 担任了 叫湖北省 这个人大常委主任啊 你看以前那些领导干部 担任人大常委主任 都不算什么大事 每个省的书记 几回都接任 人大常委主任 唯一对什么英勇呢 这个大肆宣传 为什么 因为他是 习近平团队的核心成员 死自降薰金的主力 习近平想用这个方式啊 给这个英勇一个嘉奖啊 但是英勇的表现 远远不如 本人认为啊 这个他做了一些贡献 但是不如 这个孙春兰的 而对孙春兰的这个表彰 不外乎就是 安排了一个大列市的市长 让孙春兰退阶啊 那么其实也就是为了 断了这个 大列有些人啊 不断地举报这个孙春兰 有腐败问题这些事儿 安排一个人马 如此而已啊 所以说中共这个核心层 权力核心层这些领导干部 包括蔡奇啊 这些表现实在是 这个令人 令人感到这个 这个失望啊 当然今天看到说 是北京市 第一 这一两天又搞了一次 这个新闻就发布会啊 说是这个核酸检测 在过去一周啊 这个是每天是八千人 增长到了五十万人啊 检测能力确实大幅提高 这一点值得肯定啊 而且 讲目前的累计检测 采样是229万 这说明什么 人民应对这个新兴冠状病毒的 这个能力啊 角度于过去大大提高了 但是这个官员的表现 我认为啊 实在是令人就感到不迟 特别是这个官迷 这个没什么本事 靠这个习近平踢拔 爬上去的这个蔡奇啊 在这些表现当中 充分的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思想性格的弱点 假如有一天 真是纵迷开战的话 我相信像蔡奇这样的 不要看他这个镇压 低端人口啊 是不遗余力啊 崔宁是刺刀剑 但是他恐怕 面临外地的入群 一定是一路小跑 自己手先藏起来 这些人将来 我相信啊 他们的结局 都是非常费面的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